朋友们今天咱们来测试一下 开这个无人机 它到底能掉得起多重的东西啊 我想给隔壁老王送个东西啊 不知道他能不能拿得了 接着呢咱们做一下测试啊 看它能提起多重的东西 来咱们先测一下 开这个无人机啊 它到底有多重 官方它标注的是249克啊 就是250克左右 咱们测一下 257 257克 当然可能是 和灰尘呀 比如说内存卡呀 是吧 这些东西可能有点关系 咱们看一下这个无人机的电池有多重啊 这是一个原配的这个电池 电池81克 然后咱们看一下聚包烟 这个扶容王 25克 那么这样的话 我又是给老王收两包一啊 那才50克 是不是啊 哎 我这边呢 准备了一个吊篮 看一下 这是玻璃的 咱们测一下 它有多重 133 133 爱道理呢 就是这个无人机啊 它应该能提得起来 小于自身重量的东西 就是应该是小于250克的 它应该都能提得起来 咱们一个一个试一下 咱们拿这个鞋带吧 但是如果直接绑在腰上的话 那到时候飞起来之后 它会跑偏 是吧 会滑落 嗯 那就打个结吧 打个结 咱们 我看 这样挂 这边挂一根 那边挂一根 这样可能比较稳定啊 哎 这个绳子忘记拍了 不知道它有多重 咱们再试一下 现在保好之后 看它总共有多重 哇 140啊 140 好 哈哈 坤头 开机 这还不能放在地下 只能放在手里 然后进行起飞 走位起飞 哎呦 我感觉我有点危险 哈哈 哈哈 没问题啊 哈哈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再升级一下重量 嗯 找个玉米棒子吧 来 咱们看一下这个玉米棒子 有多重 哇 145克 这样的话 那就超重了啊 就是285克了 太重了 来 咱们再换一个小一点的 看这个有多重 88克 那算它90克就是9加4 13 230克 现在已经是大于它的自身重量了 好 准备起飞 哎呀 不行不行 太重了 太重了 起不了 哈哈 啥 起不了呀 换一个小一点的 咱们拿这个小一点的 哈哈哈 哎呀不行 这也是刚刚能飞得起来 但是我又怕它直接掉下来 那反正是送两包烟 应该是没啥问题 太危险了 你说这飞机本来就挺小 是吧 200多克的一个小玩意儿 你能拿得起这么重的东西 已经很不错了 好 然后咱们再试一下飞机 看它正不正常 是不是已经坏掉了 多远一点 好 OK